日本排名第一的炸猪排 太好吃了真的 喂 新疆第一日本人吴曼达 我现在在日本东京 从这期起我要开始真正的东京美食之旅 其中会包括今晚的日本排名第一的炸猪排 全日本排名前五的 当然还有物美价廉的东京排名第一的天佛洛盖饭 以及牛冻 总而言之这次是特地为了拍美食而来 所以您要是近期打算来东京 或者对东京美食感兴趣 一定一定的记着点赞关注 那今天晚上第一弹全日本排名第一 Tabelog评分唯一一家超过四分的炸猪排店 日式炸猪排日本排名第一 可以说是等于全球排名第一 是一个终极的日式炸猪排店 那它的名字就叫藤藏成呐 这家店是完全预约制 大家可以上一个叫 预约是五点半现在五点十六还不让进 日本人就这么轴 饭哥提前把他们家能点的都点了 所以大家一定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 这家店真的就在一个小胡同里 特别特别的饮品 这一个小八角就这么咋 特别小 其实比我想象的这家店好近来 不像很多日本那个评价高的 挑挑狂旷的 这个是比较意外的 这个是特制的黄戒猫 这个是配着米饭吃的肉酱 还有小前菜 牛棒 牛棒丝 胡萝卜丝 还有这黄瓜丝 然后配着点芝麻 这个是柚子皮 字的大白萝卜 都是解腻的 你们知道日文的胡麻油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打在公屏上 这是干嘛用的 不知道这眼里是为什么放根 跟粉笔的东西 啥也没上 先来个米饭 一点都不咸的肉酱 甜口的 豚汁 胡萝卜片 大胡萝卜片 猪肉 还有这个 当然还得有牛棒 这口味调得很淡 一般的豚汁里面是有味噌的味 这没有味噌的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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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你们看这口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部位 炸的不一样 可是它是从牛肉来的 牛肉最嫩的那种叫炸的不一样 还是它就说这个叫猪肉 还是炸的不一样 猪肉最嫩的这个部位 先什么都不占 来一块 猪上最嫩的世界排名第一的炸猪牌 这是炸猪牌 这感觉不是炸猪牌 我不太会形容这个炸猪牌的感觉了真的 就是嫩到 再用力一点的话拿舌头就可以给它挤掉的感觉 特上的 炸猪肥肥的部位 咱一口焖一个试试 它怎么能做到这么肥而不腻呢 好神奇 好神奇 这是额外加的芝士炸猪牌 可能是为了解腻 需要蘸点东南亚风格的这辣酱 一挤 能看出来这肉汁吗 看这肉的部位 肉汁四溢 太好吃了真的 我觉得它已经脱离了就是传统的那种炸猪牌的那种范畴了 炸大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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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它那个虾 能做到那么实 真的是比很多那种天赋罗兜马克西的虾 都要做得好 外边的面衣怎么能这么脆呢 而且你们看它的虾肉超级大 我真的很好吃 虾肉太Q弹了 太Q弹了 这个炸猪牌饼 神了是吧 这个有点是千层猪牌的感觉 为什么 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嫩 里边没有起司 但是口感像有起司的那种口感 就特别特别的嫩 很丝滑 这神了 真是惊艳了 日式红烧肉 两块 选择那种肥瘦相间的部位 一定是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去炖的 这脂肪直接在你嘴里就化了 不用咬 然后瘦肉的部分也不柴 上面还有肉 可能选的部位还是怎么样 还是腌的吗 就特别香 我感觉是先低温慢煮 侧上肉 它真的是有点肥 虽然做得很好 太肥了 太肥了 真的 来点这黄蟹 你觉得侧向什么呢 体检那个 满足 满足 我感觉虾跟面衣中间还有一层 我知道它为什么香 它的面衣里面其实也藏着很多活 并不是那种简单的肉香 面衣也香 这个是用了他们家店的面衣 做的 对 pancake 他拿那个面衣做了这个面包以后 我就突然联想到 刚才我吃的时候 就感觉他们家这个是日餐和西餐的融合的感觉 因为炸肉排的面衣里面的味 就是西餐里面有点像面包的味 我带一共15400元 买单一共15400元 下一波还没来呢 我们俩加了很多套餐以外的东西 其实他们家人均应该在5000日元左右 总体味道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特别惊艳到的是千层猪排和大虾 但是最嫩部位的四块也完全完全没问题 就是特上肉丝有一点点肥 但是我们吃这么多 还能感觉到炸物好吃 足以说明他们家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 我以后还可以去日本其他城市 给大家继续推荐宝藏美食 希望大家点赞支持 那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